今天我就是想要来破除这些 我们可能很常听到的 但是实际上却不是那么正确 而且会阻碍你的画画进步的迷思 嗨,大家好 欢迎来到Femme Illustration 我是Alice 最近啊,我回想到了过去的画画经验 我小时候就是因为兴趣而开始想要画画 那个时候的初心非常简单 就是想要亲手画出我最喜欢的动漫人物 而当时的我对于画画有很多的想象 很多也许放到现在 我会觉得不是那么正确的观念 这些观念呢 导致我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度放弃画画 一直到在长大之后 我重拾画笔 我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去纠正这些有读的观念 才可以让我比较开心 保持正确的观念 继续画下去 持续到现在 同时呢,我也常常在想说 如果我在当初学画的时候 有人可以跟我说这些观念 那也许我就不会走了这么多弯路 花了这么多时间才到这里 首先呢,第一个迷思是 我不会画画因为我没有天分 常常会有人跟我说 我也好想要学画画哦 可是我没有天分 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都会觉得说 嗯,好像哪里怪怪的 可是一时之间不知道怎么反驳 当然,我并不否认天分的重要性 天赋也确实会影响我们在不同领域上面的学习成就 可以让你在学习的时候比别人更快的去得到正反馈 那你就会愿意投入更多的时间去学习嘛 但是天分不是我们决定要不要学习的理由 对吧 如果说你今天想要学一项新技能 比如说骑脚踏车好了 你会因为说骑了一次跌倒 就是大家说 啊,我没有骑脚踏车的天分 我办不到 所以我不要学了 我不会骑脚踏车吗 当然不会啊 因为你今天心里知道说骑脚踏车 对你来说是一件非常非常有用的事情 你一定要学会 那你就会去不断的尝试 不断的跌倒 然后直到成功 对吧 既然我们都知道说 学英文 学厨艺 学钢琴 都是要透过大量的练习 大量的失败 才可以渐渐掌握的技能 那为什么我们会理所当然的觉得说 会画画 这件事情是天生的呢 再来另外一件事情是 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 不会画画 但是实际上 你只要会拿笔 你只要可以用笔 在画纸上画出一些线条 就算他们很丑 但是这也是在画画啊 所以实际上 每个人都会画画 学画画不是像是一个神奇的开关 一按下去 就让你瞬间开窍 不然从不会画画 然后就变成一个很会画画的人 如果让我来描述 掌握画画技能的过程 我会说是像在爬楼梯 在我不会到我会 这之间其实是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等级 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像在打电动一样 就是逐步破关 逐步升级 如果你有玩过电动 有玩过线上游戏 你就会发现说学习画画跟打电动 是有异曲同空之妙的 在刚创一个角色的时候 游戏为了增加你的黏着度 可能走没几步路 你就可以拿到一个大礼包 看几个怪 就可以拿到很多经验值 然后一直升级 一直升级 但是呢 当你走出新手村 你可能等级升到10等以上之后 这个整个世界就不一样了 你前面玩得有多开心 多快升级 后面呢 你就会卡关卡多久 这个就跟学习要经过的途径 是一模一样的 学习阶梯并不是从头到尾 都是同样斜率的一个波度上升 而是它是更像是指数提高的 等级提高 你就需要跨越越高的墙 你要花费越来越多的精力时间 越多的脑力去学习 这个时候呢 初学者的优势就来了 因为 什么都不会的一张白纸 在刚开始学画的时候 你可以得到的成就感 你可以升级的速度 是远比在画画这个领域里面 画了超级多年的大师的老手 还有来的非常非常多的 美国的康乃尔大学社会心理学家 大卫·邓宁跟贾斯丁·克鲁德 他们在1990年发布了一个 人类的认知偏差模型 叫做达克效应 根据这个达克效应呢 我们可以看出 在我们刚踏入一个新的技能领域的时候 随着我们投入的时间越来越多 我们的自信会来到一个最高峰 而我们都知道说 当你越有自信 越有成就感的时候 你就会越愿意去投入精力时间 去学习 所以呢 请好好把握这一段 刚入门的时候 学什么都很快乐的时光 认真的去学习 打好画画的基本功吧 好 在聊完为什么我觉得天分 对于初学者来说 并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之后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 有天分一定是好事吗 天分只是让你在这个技能阶梯上 拥有比较前面的气泡点 如果说会画技能阶梯总共有10等的话 可能一般人出生是在0等 但是呢 因为你有天分 所以你一出生就在第三等 或者是说 你爬这个阶梯的速度 会比别人快 当别人还在从第二等爬到第三等的时候 你可能就已经从第三等爬到第五等了 这种人呢我们就叫他神童 可是如果这些出生就在等级3的神童 因为他认为他很有天赋 很会画画 而不去学习 那他一定会不可避免地撞上等级456的高墙 而且这种巨大的挫折感 对于这种有天分的人来说 是前所未有的 这个时候他就很有可能会因此放弃画画 反之如果你只是一个没有特别会画画的普通人 你从第0等开始练习 你很清楚的知道 画画不是靠天分 而是靠正确的学习 以及大量的练习 累积经验 逐步升级 那你就可以用正确的心态前进 不会遭遇到像神童一样的巨大挫折跟困境 所以呢我认为 有没有画画天分对于画好画来说并不重要 学习正确知识 并且有效练习 才是提升画技的关键 我们都有听过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 就是最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 他曾经说过天才是一分的天分 再加上99分的努力 我觉得这个社会呢 只热衷于报道天才 或者是神童在特定领域的成果 而忽略了他们背后的努力 所以呢我们就因为这样子被新闻媒体给洗脑了 我们就会没事安慰自己说 自己做不好的原因都是因为天分不如人 但是实际上呢 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 努力的程度可能连天才的一半都不到 也许你跟那些很会画画的天才的距离 并不是在那个天分 而是在99分努力 再来第二个迷思是 画画没有规则 很多人会说 艺术是没有规则的 所以呢我们不需要去学习绘画理论 其实呢我会觉得说到了当代艺术的时候 的确是可以说没有什么规则跟限制 因为大家注重的不再是那个画工 不过呢在大部分初学者说他们想要学画画的时候 我想你应该不是想要成为那种 严肃表达社会议题的当代艺术家 而你只是想要单纯的去画出一些很美丽 很漂亮精致的一张画 画出一个漂漂亮亮的美少女 画画草草 或者是你最喜欢的风景的那一种小画家 对吧 如果你跟我一样啊 你其实没有那么大的野心 你只是想要有可以画出这些美美的画作的能力 那我会跟你说 这个绝对是有一套画画的学习路径可以去遵循的 这个也就是我刚刚所说的绘画解题 随着你投入的时间哦 在每一个时期都有可以去学习的不同的项目 然后也要用不同的方式去学习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在这边我就不细讲 之后呢我会办一场更详细的线上直播 来跟大家分享我归纳出来的这个每一阶段 他们到底要学什么 要练习什么 但是大方向呢 就是初学者会先需要掌握绘画的基本功 手眼协调 如实描绘的能力 你要是说可以看到什么就画出什么 而不是说看到长方形 但是你却画出了T形 有了这样子手眼协调的能力 我们才有资格再继续往下谈 所以在第一阶段 你可以去练习要怎么画得像 画得准 像我之前有拍过一支抓型的影片 可以去练习那些让你画得更像的方法 再来第三个迷思是 一个厉害的画家 可以凭空画出任何的东西 我一直以为 厉害的大师 他们只要随手一挥 就可以凭空画出一幅超美的画作 但是呢 这其实是不可能的 一个擅长画风景的画家 不一定擅长画人 再怎么厉害的画家 都不可能会擅长画所有所有的风格 还有所有的东西 当这个画家 他想要画 从来没有画过 或者是不熟悉的主题的时候 他一定都会需要去搜集很多参考素材 然后针对这些素材去做大量的研究 甚至能画失败好几次 才有可能会慢慢画好 我前阵子有替香港的一间乌克兰餐厅 接了一个主视觉 帮他们做一些主视觉插图设计 业主很喜欢我的风格 所以他在找我之前 就自己整理了很多很多 他想要的感觉的图片 跟我讨论完之后 我也去找了很多很多参考资料 然后去研究要怎么画 怎么合理的把这个东西摆在我画的场景里面 并且做了草图啊 配色啊 最后才去把这张画画出来 任何一个专业的插画家 他一定都会用参考 用参考真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重点是 你有没有运用你的技巧 去转化这些参考图 创造出一个你觉得更美 更属于你风格的画作 而不是只是直接照抄照片 没有人一开始就可以很厉害 大师也是会失败 但是呢 他们比新手厉害的地方 只是在于 大师他们面对失败的能力 比新手来得更好 他们的心理更坚强 画坏了没有关系 平常心面对 再画一次就好 甚至呢 大师他们还可以转化失败 把这些画坏的地方呢 修改成让人耳目一新的意外 再来第四个迷思就是 除非灵感来了 否则没办法画画 这个又是一个我以前常常出现的迷思 我以前总是以为说 哎厉害的艺术家应该是平常什么事情都不用做 就会突然有一个天降灵感 然后在脑中亮起来 然后就可以很潇洒的 哎大笔一挥 所有的灵感倾泻而出 就直接完成一幅旷世巨作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想画画 我没有灵感 就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只能坐在画中前面 苦思等待灵感的到来 然后一定要想到一个超级棒的灵感出现之后 才可以真的开始画画 但是我后来发现这个想法真的是错错错 就是因为我们什么事情都不做 灵感才不会出现 我现在早上没事的时候 我就会去画Pinterest 把觉得好看啊 可能可以画画的图存起来 然后平常出去外面买东西 或者是跟朋友见面的时候 看到一些什么 哎觉得很漂亮的画面 我就会随手拿着手机 仔细观察它的光影啊 或者是漂亮的小物件 先把它拍下来 然后强迫说 每周甚至每天 都要规定一个 坐下来画画的时间 这个时间到了 你没有任何借口 你就是一定要把画画工具准备好 BZ坐在桌子前面 打开我的手机相簿 或者是Pinterest 随便找一张图开始画 我的经验是 你在真的开始画了之后 就会产生很多想法 很多灵感 随便从手边抓一张纸 把这些想法记录下来 因为这些想法 才是更实际 更好运用的 然后另外一个建议 就是不要花太多时间 在找灵感 找完美的图 五分钟是极限 随便挑一张 你觉得还可以的图 就直接开始画了 甚至有时候呢 我可能会在前一天 就先把我隔天早上 要画的图找好 因为很多时候呢 最后我都是发现说 我浪费了太多太多时间 在选图 那选完 反而没有时间 可以画画了 这样子就本目导致啊 因为进入画画的 那个过程 才是更重要的 不要等待 那个完美的灵感降临 才去画画 因为这件事情 永远永远不会发生 再来第五个迷思是 画得很像 才是好 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欸 Alice上一支影片 不是才教大家 要画得很像吗 怎么这里又在打脸自己 说 不要迷信 画得像 其实呢 不要误会哦 我还是觉得说 对于画画初学者来说 有办法把 你眼睛所看到的 如实 画出来 还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因为这个是对画画来说 最基本的 你说你想要学画人 想要画人脸 想要学透视 想要画出一个很有空间感的景色 甚至是画出一些很漂亮的色彩风景 你都会必须要拥有很好的观察力跟描绘力 你才能把这些更困难的知识点学好 否则说 像你今天如果去画一个人脸 那你画成右边这样 可是你却看不出你的右边这张图 跟左边这张图差在哪里 你看不出来怪怪的 然后也不知道要怎么改 这个99%的问题 就是因为你的观察力不够好到 看得出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在哪 所以你再去学更难的 例如说人体骨架 解剖学 人脸的比例 或者一些场景构图 就其实没有什么意义 这时候你会需要 首先要先去大量的练习临摹 提升基本的观察力跟描绘力 这就是为什么 如果你说你想要学画画 大部分的人都会跟你说 那你就要先去学素描 因为学素描就是在训练 你的观察力跟描绘力 还有你的手的稳定度 这边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 为什么很多老师会禁止学生在画画的时候 不能用尺 不能蹭线 不能把纸贴在照片上面描 因为老师让你画画的目的最终不是要你画得像 画得很完美 他只是想要你在这个临摹 在这个参考的过程当中 去锻炼到我刚刚讲的这些基本功 就像我之前教大家画行准的九宫格的影片 我就在下面有看到有一些留言说 可是Alice你教的这个方法我不能用啊 因为老师会禁止我们用尺来画画 可是其实呢 我们只要仔细去想一想就知道 用尺本身并不是问题 因为尺它只是一个工具 室内设计师建筑师他们在画图的时候 很多也都会用尺啊 为什么老师会禁止让你用尺画画呢 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它是怕你对尺造成依赖 让整个画作最后看起来很死板 线条都不灵活 重点是如果你一把尺抽掉 你的手啊画线的稳定度就很差 可能画条线也一直抖啊 直线曲线都画不漂亮 这个才是真正背后的原因 可是如果呢 你今天只想要用尺来画练习行准的九宫格格线 那当然你要用尺量格子的大小画直线 你才可以精准的画出这些等比例的格线啊 格子要准 练习行准才会有意义对吧 就像我们小时候在学中文在练国字的时候 我们不是都要写那个习字本吗 你会希望说习字本上面的格线是歪的或者是长方形吗 当然不会啊 因为这样子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好好的去临摹这些字 更何况 这些线条只是我们在观察的时候的辅助 我们画完之后就会擦掉了 根本就不会看到任何用尺画出来的线条 所以说用尺画画本身并不是一个问题 你用在哪里才是重点 好 说了这么多 我只是想要跟你们解释为什么画得很像 是很重要的 但是呢 我也希望你们在埋头练习行准的时候 也要记得一件事情 就是画得像绝对不是全部 并不是只有写实才是好的画 艺术除了写实还有很多很多很重要的要素 像是审美能力啦 感受力啦 创造力啦 还有对社会议题的关注度跟你的表达能力 说故事的能力 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以上呢 就是我今天分享的五个 我在刚开始画画 甚至我画画一阵子之后都会有的迷思 我真的很希望当初在我画画的时候 有人可以告诉我这些观念 那也许我就不会在画画当中 这么的迷失 画得这么的沮丧 也许会更开心一点 而且也不会因为一两次的画画 然后就放弃人生 觉得自己没天份 再也不学画画 因为呢 比起这些迷思 每天微小的累积 然后保持你对画画的热忱跟初心 才是更重要的 有没有办法学好画画的关键 如果你觉得今天这些分享对你有些帮助 你可以帮我按个喜欢 或者是超级感谢的按钮小而赞助我 我都会非常感谢 我今年为了剪这些片 修荧幕 修影碟 修笔电 画到钱包真的是在流血 所以呢 你们的支持 我都会非常非常感谢 这都是我继续更新的很大的动力 那我们今天呢 影片就到这里 谢谢你们的观看啰 拜拜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